交易化持续遭民进党立委杯葛 没有办法上台报告 立法院长王津平说 只要朝野协商同意 也可以将书面报告当作上台报告 不过国民党方面表示 没有办法接受 市政报告没有进行 这个案子就一直往后往后延 大家不是说要拼竞技吗 那民进党为什么要去阻挡 行政院长去做市政报告 你如果一直阻挡院长上去报告 你说有个书面 那到底要不要质询呢 有书面 难道就不要质询了吗 那他们还要不要 让江院长上去背询呢 所以这个问题是 在野长弄出来的嘛